或者我就用英文问你,然后我之后叫subtitle吧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很累,你要... 没事,没事,可以,没事,真的没事 Hello,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的视频呢,我也想要我的大学好朋友Richard Hi,大家好 我跟Richard在同一个大学,但是我们当时念的是不同专业 我念的是商科,他念的是电脑工程方面的专业 他现在就职于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电脑公司 他的工作是一名应届工程师 我今天就想请Richard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适合怎么样一些学生将来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路径 就刚刚Vicky刚说的,我是个Electro Hybrid Engineer 我被focus on memory 哦,我讲英文啊 英典工程师 我在大学学的是Computer Engineering 就电脑工程 大一的时候,我想学的是太空工 就是Aerospace Engineering 但是我有一个Mentor告诉我 太空工程找工作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 如果我还是想弄太空这个行业的话 我可以学电脑工程 因为设计那个飞机的外壳的工程时间很小 那大部分都是弄那个飞机里面的电脑 就类似那些Mentor Controller啊 那些Sensor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学太空工程的话 你只是设计飞船那样一个壳 然后里面那些感应系统或者是一些软件都是归电脑工程师设计 并不是学宇宙工程的那些学生来做的是吗 对对对 他们只是还有取了这个外壳 他们还有这个重量平行啊 重量平行啊 对对然后那些机房那个Wings就放在哪 这些他们那些车车力很多 但是里面说Electronics都是电脑电脑工程 如果我对飞机啊这类的台湾工程很有兴趣的话 我当成毕端工程也可以在Aer Apache Niner这个行业来工作 而且将来的职业选择会更加多一些 对对对 电脑工程师设计软件的一些工程师 就从硬件到软件都有 就比CS低级 CS的话就是当那个电脑是已经可用了 然后你就把软件写在上面 就是你不用担心那个晶片 CE的话还会管上就是那个晶片的function 和晶片怎么设计之类的 CE的话就是整个晶片的设计师 然后CS是基于晶片已经设计出来之后 在晶片的基础上去编程 在系统上面就变成 在系统上 对对对 但现在这个LINE也就是很低的 所以很多学CS的人也会学 像那些比如microcontroller work这些也会学的 你们学CE Computer Engineering的学生 跟学CS Computer Science的学生 是有很多课程的大学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但是CS的话更多课会说那些写的代码的efficiency 然后我们没有focus在这一部分 我们focus的就比较低级 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硬件工程师跟软件工程师 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软件工程的话这个电脑已经算可用了 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add一个layer 就是那个software layer在上面 然后你就写那种软件 硬件的话要实际lower level 就把它弄起来给那些软件工程师来用 那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 就是我知道他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不停的编程 然后制作一些软件 那作为你们硬件工程师的话 你的日常是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因为我是focus on memory 对吧? 是理由那个电脑这个CPU就是那个脑 然后我就跟你那些memory联系 我就很多时候要看那个signal integrity 就是你那个脑子发出那个信号到这个memory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这样 你的日常工作是做些什么呢?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吃鸡那些PCB 就是你电脑里面的CPU这个脑子和你记忆上联系的话 吃鸡那个PCB让你的signal integrity好 signal integrity又是什么呢? signal integrity就是比如你的CPU和记忆联系 你发出那个信号和收到那个信号 收到那个可能比你发出那个signal 那个信号都好 那个晶片它才能堵到 然后你就要实际那个PCB让它密这个要求 那平时你的工作就是设计PCB上面的那些电路的走向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你等于是一个设计师电路方面的设计师? 是是 我听Richard说他的工作是在他们公司R&D就是研发部门 所以作为每个研发部门的工程师来说 你平时的工作有指标吗? 我们就是很project based的 我们有一个电脑要出或一个server server 中文怎么说? 服务器 服务器 就是我们有电脑或者服务器 服务器 服务器 服务器要出 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些project来做 比如那个机一跑都快 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project来实际 所以你们的日常工作里面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吗? 这个非常不需要 基本上我基本上想把手都是在lab里面的 如果你要有什么report的话 你就跟你部门的PM 就是你那个product manager 来联系 他不需要跟那些hire ops联系 但是你也很需要跟别的工程师来联系 比如我做routing的话 我就要跟一些做simulation的人联系 然后告诉他就是这个routing 然后你给我做个simulation 然后我也看看硬件事实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这份工作其实还蛮适合那些 可能平时生活里不那么爱社交 比较喜欢自己单独完成一件事情的人是这样吗? 对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爱跟别人交流的话 definitely is definitely not downside right 但是如果你不爱跟别人交流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这不需要 那在你看来 怎么样那些候选人比较适合从事你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第一肯定是学习好 很多学生学习好对吧 然后如果你想特别一下出来 你就是需要就是做点side project 证明你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 比如你是喜欢low level 你喜欢marker controller的话 那我刚到家中开灯那一些 很好的面试 你可以自己弄个出来 面试官去看这个会觉得很好 或者如果你喜欢你是软件的话 你可以就写个APP啊 会做个competitive coding 写软件比赛 然后这个也很有用的 我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爱这样 所以我也就是弄了competitive coding的东西 然后也有很大的公司联系了好几遍 要去拿他们公司面试 普遍的面试官是很好人的 他们问你的问题是从容易到很难 所以他们会一步一步等你这习惯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不爱讲话的人 就是不爱跟不熟悉的人讲话 但是你让他们放松了 然后他们就更能回答问题了 我估计现在的大公司基本上有三个 三个全是基础性的面试 三个基础性对 对然后一共四个的 有一个就是跟HR顾门的人说 第一个就是性格上 然后别的都是technical 我当时我面试的话 他们就把一个晶片 要试剂给了我 那个晶片有问题的 然后他就要我debug 为什么这个晶片是这样 还会就是考那些CS之类的问题 都会有问题 是让你书面就是写下来的条件吗 对对对 在他面前外国人 那从事你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你会需要会哪些编程语言呢 Low Level硬件的话 我推荐就是C和VariLog 都需要 如果你是No Market Controller的话 你就C了 如果是CS那方便 CS也有很多个specialty 他们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就是网站就是什么HTML PHP这类的JavaScript App就是Android Java和Swift 那也是Swift之类的 就看你想进入哪个行业 我觉得基本上最好的学 学会C和Jel 是哪个最重要的 基本上最重要的 做硬件工程师这份工作 让你觉得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不喜欢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你永远都是做最新的技术 如果你觉得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这肯定是好事的 不喜欢的地方 有时候会很大压力 因为我们的Cycle是根据Intel的Schedule 就Intel出一个CPU 我们是根据他们的Schedule 然后很多时候都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会有5或6个项目 都在一起 在Intel的Schedule 你们会经常加班吗 就不会说要你加班 但是你肯定要把它干完 你不可以说就做不了 对吧 因为他们就出不了products 所以如果你做不完的话 你就自己加班 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多事做的时候 可以用转换之类的 是吗 是 如果可以从来一次的话 你还会选择当初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份工作吗 我肯定会选择这个专业 但是这份工作就不一定 因为当时我是在一开始 我在这个公司实习三年了 我实习完了 就我们Career Fair 之前他们就要我答应那个 夏年愿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公司 然后到时候我也答应说 我肯定会在哪个公司工作 你是个比较规避风险的那样的一个性格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当时候是 他的公司以前大学的时候 也是大家挤破脑袋想要进的那样一个大企业 我觉得你愿意继续在这份公司效力 也是一个完全make sense 的一个决定 好了 今天非常感谢Richard来我节目做客 然后Richard他其实不在芝加哥工作 你最近是回来过感恩节是吧 对对 我特地把他请到了我家来录像的一个视频 然后因为Richard他平时工作都是用英文 他也是在一个英语环境长大的ABC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用中文跟你讲 还挺为难你的 也没有没有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这周我们要过感恩节了 然后这支视频可能会在感恩节之后播出 不过还是要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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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